瘦肉400g 蝦400g 韭菜2摘 鹽2茶匙 用手拌勻,渣乾水 蝦切細 胡椒粉,麻油和酒 大地魚粉 薑 27元的碎肉機 我喜歡薑 麵粉800g,加2茶匙鹽 水400g,逐小放 加1小匙 麵汁可以加少許麵粉 再拆拆 針板和棍子都加粉 320分 砂糖 VERCAD 2 3 第二天由冰箱拿出來 大火煮五分鐘 豉油 麻油 好吃嗎? 好吃 麵粉有麩質 一集說到用麵粉會有肚腩 所以要改用無麩質麵粉 原來市面買的所謂無麩質麵粉 根本不是用小麥做 1kg 買到49元 這裏是無麩質麵粉 它寫著香港包裝 材料肯定是大陸 材料裏面是米粉、薯粉、木薯粉 還有真醜劑 就是黃原膠 想Google查一下原來黃原膠就是 原來黃原膠是用粟米澱粉所造成 如果這樣就一點都不好了 因為粟米九成以上都是轉基因 它又叫粟米糖膠 如果自己做當然是用寒天 即是禽脂 又有礦物質 又有植物纖維 還有黏性 這些就是所謂坊間的無麩質麵粉 全部不是用小麥 我這次在1688訂貨 有米粉、魔芋粉、紅薯粉 我家裏有木薯粉 還有禽脂 即是寒天粉 這些都是好東西 絕對好過黃原膠 我會努力地做出一隻無膚質麵粉去做麵包 我兒子喜歡吃餃子和熱香餅 所以一定要用自製麵粉 如果用iHerb的無膚質麵粉 或者這代的膚質麵粉 真的會破產 1688會很便宜 一定要省價 無謂錢不用給別人賺 還有材料會好過它 因為我用禽脂 下幾集會向大家交代 我這隻自製無膚質麵粉做出來的芝士蛋糕 熱香餅和餃子會是怎樣 這樣就可以做到減肚腩 減低食物的升糖指數 還有對自閉症也是好 完全可以飛走小麥 上一集說 兩塊麵包升糖指數可以升兩個點 就是因為現代工業小麥所造成 上一集說 威廉士博士的這本著作小麥套 小麥可以影響別人的大腦 我一定要跟兒子戒掉